接到报警后 派出所先联系上路面巡逻力量 在张女士丈夫回家可能走的道路上寻找 还通知了沿途的警务室 在附近停车场香湖景区里寻找 同警官则带人在附近进行搜寻 但三组警力找了二十来分钟 还是没有找到 综合勤务室 那么讲说通过这个查询啊 那个分析研判 那么发现了就是这辆车子 在那个香湖景区跨湖桥 这个地方有诡计过 随后警方把搜寻范围扩大到了滨江 最后在长江南路上 发现一辆红色福特车停在路边 一段经公安机关同意使用的视频显示 当时有名男子躺在车里 哎 师父你好 不管民警怎么叫 男子一直没有反应 民警打开车门把他搀扶下车 随后民警把男子平躺在地上 还细心的在他身下垫了毛巾 同警官发现 男子呼吸和脉搏都比较弱 同警官赶紧给男子做胸部按压 又进行了人工呼吸 反复进行十来次后 120赶到了 120医生赶紧对男子进行检查 之后把男子抬上了担架 就在这时候 现场传出一阵尖叫 民警跟医生听到叫声之后 赶紧跑了过去 发现张女士晕倒在路边 心里面比较着急 那个气急攻心 我就掐着他 一下人中 后面他就醒过来了 随后 夫妻俩都被送到医院救治 原来张女士的丈夫患有尿毒症 前段时间刚刚做过透析 当晚因尿毒症引起的并发症 在驾驶过程中失去了意识 经过抢救 目前张女士的丈夫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张女士也没事了 佟警官说 回到所里以后 她还在自己的好友微信群里 聊到了自己救人的事情 当时是比较紧张的 后面人放松了 这个稍微 回国回去想想还是紧张的 那你们作为人民警察 救人也是第一 不光是说人民警察 作为随便来讲 那都是首先先救人 幼保黄剑记者报道